来临星期天就是父亲节了 不少人在这期间会参与工作坊制作礼品 或者是到餐馆和父亲庆祝 收访业者指出 随着更多人开始出国旅行 预定明显减少 生意同比下跌了多达三成 来跟记者黄康伟的报道 从打铁制作刀刃 到使用聚机聚出芝士版的形状 不少人在这期间 到这家木役工作坊亲手制作木器 有的更是将成品送给家人 业者指出报名人数 同去年相比少了一些 可能因为COVID已经好转了 所以最近很多人出国 所以我们的报名也是比较少了一点点 而且我们的顾客很多都是外国人 今年为了父亲节 我们有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那个chest set 就用那个车床来制造那个英国的象棋 过去两年因为防疫措施收紧 唐食人数受限 父亲节的生意受到影响 这家海鲜酒楼指出 今年的情况有所改善 母亲节之后陆续接到订单 因此比之前更好 不过如果同疫情前相比 还是少了约两三成 业者也表示随着防疫措施进一步放宽 生意开始有起色 接下来将职办更多新婚宴会等活动 新传媒新闻记者黄康伟报道